第2891章古之神帝 陛下,一道道身影闪烁而来 出现在东皇大帝身前 你们留在这里,我出去看看 东皇大帝开口说了声 随后一步迈出 身形自天宫之上消失 来到了99重天外 天地成的上空之地 出现了九位大帝 分别立于不同方位 东皇大帝出现之时 他的目光直接落在了最上空的一位大帝身上 这大帝通体璀璨 身上披着的银色披风 犹如天尊宝甲 他浑身上下给人一股极致锋利之感 一双眼瞳都蕴藏着 冰冷至极的金属质感 这九位大帝 以他为首 而且 他们身上都弥漫着一股古老的气息 似从远古而来 古帝 东皇大帝望向九位大帝人物 随后开口道 诸位是天道崩趴前的大帝吧 没有人回应 苍穹之上 那尊身披银色披风的大帝人物身上 有无比锋利的神光垂落而下 只是那一道道神光 都能够撕裂虚空 将人直接穿透抹灭掉来 东皇大帝身体周围天启神力涌现 当神光降临之时 被天启神力所阻挡 我听闻在天道崩趴前的时代 朱蒂战天 有诸多超凡大帝人物 其中 神甲大帝肉身无敌 神甲大帝之外 还有一人 超凡盖世 被誉为破君神帝 在上古时代可贫血肉之身 撕碎加楼罗一族的天神 功伐代世 东皇大帝看向那位大帝人物开口说道 当年 天宫之中保存有一些古籍 记载着天道崩塌前的时代 一些故事和人物 其中 破君神帝便是其中之一 超凡大帝人物 方能够以神帝为封号 身上都有着显赫战绩 诛杀过许多同为大帝籍的存在 没想到相隔无数年岁月 竟还有后辈人物记的本作 破君神帝感慨一声 他眼神依旧锋利 看向东皇大帝开口道 不过 今日本作依旧要杀你 当年天道崩塌 被誉为诸神黄昏 天道降下面时之节 毕竟强者无法存活于世 但依旧有许多大帝人物 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下来 没有彻底消失 东皇大帝喃喃低语 他所说的话天地成的人都知道一些 这些年来也陆续得到了印证 的确有许多超凡大帝 实则还在时间 没有完全消失 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 人祖是最为古老的大帝 侥幸在天道崩塌的时代存活了下来 我听说在过去的无数年间 一直在寻找天道崩塌后 时代诸神存在的痕迹 身为当年在节下仅存的大帝 想必被人祖找到了许多古地 东皇大帝继续开口说道 诸位都是前辈人物 皆都是上古时代的人物 应该也都是人祖在过去无数年中寻找到 并且想办法让诸位归来吧 东皇大帝的话语使得诸强者无不震撼 天地成的人修行之人 进阶心脏跳动着 他们隐隐感觉 东皇大帝之言有极大的可能是真的 非常符合逻辑 人祖是最古老的大帝 是天道崩塌时代便存活的存在 封号人祖 无数年来他怎么可能不寻找那些古地遗迹 天道崩塌后时代诸神陨落 留下了多少天才地宝 又有多少盖世风流人物以其他方式存在 人祖不可能放过这些 无论如何看 人祖都有可能是世间最强的存在 但他竟然和六帝其他大帝实力相当 这的确有些不太正常 东皇大帝这句话不仅仅是说给世人听的 更重要的是说给六帝中的其他大帝听的 之前他便提醒过 人祖不简单 隐藏极深 之前世人所看到的 都是假象 不过是人祖想要让世人看到的 人祖 所谋极大 欲换天道 如今 诸神时代来临 许多大帝归来 人祖似乎也完成了非常关键的一步 他正在复苏那些古地 让古地人物归来 于是 有了之前出现在夜地宫的大帝 和基无道战斗大帝 以及此刻出现在这里的大帝 不过 破君神帝应该是目前来看归来的最强大帝人物 不知道人祖还有没有让其他超凡大帝归来 当然 人祖同样不是他们所看到的人祖 背后究竟是怎样的 东皇大帝也无法完全弄清楚 只能推测出大概 这消息对于世间修行之人而言绝对是地震级的秘心 若是人祖自天道崩塌后便一直收集诸神遗留 并且如今已经找到了让他们归来战斗的办法 那么 这世间还有谁能够拦下人祖 天下一统 岂非成为定局 谁能阻止得了 若东皇大帝所言为真 那么关键便是 人祖究竟掌控着多少大帝人物 是否能够让他们陆续都归来 破君神帝没有回应东皇大帝的话 不过 不得不说 东皇大帝的猜测非常准 当今之事 站在修行界巅峰的大帝人物 实力如何 破君神帝开口说道 他话音落下 身后苍穹绽放无与伦比的神灰 仿佛化作一座神镇 在里面出现了无穷神兵 与此同时 其他八位大帝人物也都释放出强大神力 苍穹之上 被一股无与伦比的神力所笼罩着 天地供的修行之人都心脏跳动着 胸为弱的人不敢靠近 远远避开战场 东皇大帝身上天启神力爆发 笼罩无垠空间 将九位大帝也覆盖在天启神域之内 他抬头看天 眼神之中也同样涌现出一股惊人战役 身上长袍飘动 带时风华 即便是古之神帝又如何 他乃是当时巅峰存在 统御神中 如岳福天所言 这个时代 不属于他们 本座今日 便也领教下谷之神帝如何 可堪一战 东皇大帝朗声开口说道 升阵九天 他话音落下之时 天启神域释放到极限 一时间 除破军神帝之外 另外八位大帝只感觉神力被压制到了极点 难以释放 这是什么神力 破军神帝自然也感知到了天启神力的非凡之处 对着东皇大帝开口问道 神力 天启 东皇大帝回应 他当年开创天启神力 是和他一同交流所感悟 天启神力可抵达修行的尽头 是一种至上神力 第2892章父子战绩 东皇大帝夫妻二人曾一起修行 探讨天地秩序 以及诸般神力 神力是有强弱之分的 感悟不同的神力 差距也会非常之大 武行神力 便难抗衡空间系神力 大帝人物各自领悟自己的神力 神力强 则战斗力强 人族可召唤混沌神雷 威力便无与伦比 而东皇大帝夫妻二人 当年一直想要寻找的 是通往修行尽头的神力 天启神力 拥有这样的机会 天启的尽头 是虚无 世间一切 都化作虚无 这是何等可怕 无时间 无空间 时光湮灭 空间寂灭 这是东皇大帝根据佛们一些超凡佛法而找到的一条路 通往修行尽头的一条路 时空神力 自然也是极其强大的一种神力 还有机无道的黑洞神力 这些 这都顶级的神力 当天启神域爆发之时 九位大帝除破君神帝之外 另外八尊大帝同时遭到了压制 甚至天启神力仿佛要入侵他们体内 完全禁锢他们的神力 这使得八位大帝脸色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内心为之震荡 自天道崩塌之后 他们在蔑视之节下陨落 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是 时隔无数年 方才有机会归来 这个时代早已经变了 和以前的时代不同 在这个时代 大帝稀缺 是尖六帝最强 他们收到一个任务 前来诛杀六帝之一的东皇大帝 以及他的子嗣 然而 他们没有想到 无数年后的今天 时代早已经不同 即便诸神时代早已远去 这已经是大帝稀少的时代 却依旧有着超凡级的人物 这位东皇大帝 放在天道崩塌前的时代 也同样会是一位顶尖级的大帝存在 实力极为强横 东皇大帝身前出现了九柄神剑 每一柄神剑都蕴藏着盖石神灰 指向九位大帝 他脚踏虚空 身上大帝神灰环绕 身为世间最强大帝之一 东皇大帝是何等超凡人物 当天起神域爆发的那一刻 他化身为这片天地的主宰者 既已寂灭 又何必归来 东皇大帝朗声开口说道 升阵天地 话音落下 九剑穿梭虚空而行 同时诸向九位大帝 一剑一人 每一柄剑都像是来自上苍的刑罚 透着可怕的行天神灰 穿梭而过 刹那间 便有四尊大帝身体被贯穿 并非是他们实力弱 只是因为天起神力太强 在天起神力的压制之下 他们的实力降至一个极限 这才被神剑一瞬诛灭 有四位大帝都释放出自己最强的力量 但依旧没有能够挡得驻东皇大帝之剑 伴随着强光射出 神剑破开一切 陆续从另四位大帝身上穿透而过 瞬间诛杀 短暂的刹那 八位大帝 灰飞烟灭 被东皇大帝杀死掉来 既已寄灭 何必归来 从哪里来 便回哪里去 正无欲伦比的震撼一击 使得苍穹之上同时爆发出八道霞光 使得天地成的修行之人心 藏无不剧烈跳动着 眼眸中写满了震撼之意 前有夜伏天意枪诛七地 今有东皇大帝一剑诛八位大帝 父子二人 都展现出无可比拟的恐怖战斗力 天地成无数人抬头看天 之前六地之战他们没有看到 只是有耳闻 今日 亲眼目睹东皇大帝的恐怖实力 无不感到心颤 这便是东皇 神州之主 六地之一 世间最强的六位存在 当然 东皇大帝的第九炳神剑被挡下了 破军神帝将之挡下并摧毁 显然 破军神帝和另外八位大帝不是一个层次的 但即便如此 他依旧露出一抹一色 盯着东皇 看来是他小觑了当时主宰者 东皇大帝的实力很强 那被诛杀的八位大帝实力绝对谈不上弱 甚至都非常强 然而 却被东皇大帝一击诛杀 同在战场 破军大帝自然是能够感知到的 天启神域压制了八位大帝 在天启神力的压制之下 八位大帝被削弱到了极点 神力都无法畅快地绽放 因而才会是如此结局 根本连绽放自己实力的机会都没有 便被东皇直接抹除掉来 杀 破军神帝画音落下 他身后的无穷神兵杀向东皇大帝 刹那间 去空崩塌破碎 那无数道神兵域直接破碎这片天 东皇大帝锋利地眼眸扫了一眼上空之地 周围有天启神力化作光幕护体 那些杀来的神兵力气实则都是由神力所凝聚而生 在天启神域中横行本就遭到了削弱 再落在天启光幕之内时被挡下了 渐渐地失去了威力 砰 东皇大帝意念一动 顿时那些神兵陆续瓦解崩灭 几乎同时破碎 与此同时东皇大帝身体朝着高空之上漂浮而去 身为世间最强人物之一 哪怕是古帝归来又能如何 岂能落在下风 这世间没有人能够俯瞰他 诸神时代重新到来 世间自然也容得下昔日古帝人物 本座虽不知你和人祖是何关系 又有何约定 但本座希望不要插手其中 东皇大帝看着破君神帝开口说道 只见破君神帝身上的银色天神长袍飘动 目光盯着东皇大帝 锋利至极 下一刻 他的身体动了 笔直地朝着东皇大帝而去 这种修为境界的人速度有多恐怖 天启神域也挡不住他的肉身 无法压制住破君神帝的神力 东皇大帝抬手伸出 天启神力直接覆盖破君神帝的身躯 但却见对方肉身已经化道 根本不是血肉之躯 而是道身 无与伦比的风锐道身 能够和神甲大帝放在一起讨论的人物 可想而知破君神帝的道身有多恐怖 劝力至极的神光 自天启神力中穿透而过 穿透入东皇大帝周围的天启神力防御光幕 无比骇人的神光照射而至 他抬手一指珠向东皇大帝 这一指宛如世间最为锋利的神兵力旗般 破碎一切存在 眼看这一指便要穿透东皇大帝的眉心 却见东皇大帝体表周围出现无与伦比的神光 当这一指杀入的那一刻 神力似被瓦解 直接化作了虚无 第2893章信心 然而即便神力在虚无之中瓦解 破君神帝的攻击却并未消失 他通体璀璨 银色神光笼罩身体 已经不再是血肉之躯 而是道体 他的身体变大 手掌也变大 手指化作敌兵 刺入虚无之中 烟灭而又生 无坚不摧 欲此破虚无 东皇大帝神力虽强 甚至已经在周身铸就了虚无领域 但是他不信东皇大帝能够一直如此 将天启神力维持在极限状态 若天启神力真已经蜕变成虚无 那么东皇大帝早已统治了世间 只见东皇大帝左手拍打而出 恐怖大掌印直接拍打在的破君神帝躯体之上 与此同时一道声响传出 周围那股极限状态消散 两人身体同时被震退来 瞬间退至远处方向拉开距离 东皇大帝恐怖的一掌并没有对破君神帝造成真正的伤害 他像是披上了天神铠甲 肉身是无敌的 不可破灭的 砰 一声巨响传出 破君神帝脚步往前迈出了一步 刹那间 无数道神光流转 笼罩无垠空间 浩瀚天地城 仿佛都在神域笼罩范围之内 天地城的修行之人只感觉世界化作了银色的世界 这是生硬而冰冷的世界 所有人都发现自己的身体无法动弹了 神力笼罩之下 他们都遭到了绝对的禁锢 身体被银色神光所包裹 仿佛他们也和破君神帝一样 化作银色躯体 只不过 这本身便是属于破君神帝的神力 而他们却是遭到禁锢 整个世界都仿佛安静了下 天地城化作了一座冰冷的世界 由无数座雕像凝聚而成 光黄大帝皱着眉头 天启神力同样释放到极致 笼罩整座天地城 使得覆盖整座天地城的神力被削弱 他看向破君神帝道 你乃是古之神帝 与我之战 没必要牵连无辜之人 幻音落下 他身体冲天而起 朝着无垠高空而去 破君神帝的身体也化作了一道荧光 随他一起而行 两人化作了两道光 理直的往上 这才让天地城的修行之人 能够得以喘息 他们抬头看向无垠高空之上 隐约能够看到两尊 但是天神相对而立 他们的大道神域相互压制 都是能够封禁对方的可怕神力 随后 他们又看到苍穹之上 亮起了无边绚丽的神灰 仿佛是杀戮之光 两人互相朝着对方发起了攻击 惊天动地 哪怕是相隔无垠空间 天地城依旧在剧烈的颤动着 九十九重天上 一直正在闭关修行的夜浮天像是被神问惊醒了般 他眉头未挑 仿佛感知到了什么 随后在脑海之中 便出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赫然正是破军神帝和东皇大帝的战斗 他睁开眼睛 那双漆黑深邃的眼瞳之中射出冰冷的神盲 竟然又出现了陌生的超级强者来对付他们 这位超凡大帝竟能够和父亲一战 他又是谁 夜浮天身体朝着下空飘落 顿时许多修行之人围了上来 这还是夜浮天在感悟这片天道之后第一次清醒过来 也不知修行如何了 不过从外表看 他们似乎看不出什么 但心中明白 夜浮天必然又进步了 夜浮天目光环视诸人 他如今的小天道世界对时间流速的改变更大了 而且越来越完善 正在不断接近于大天道 如今在让身边之人进入自己的小天道世界中修行 可以利用的时间将会更多 少主 请走来这边 看向夜浮天 虽然夜浮天登地位 但他依旧习惯于称呼夜浮天为少主 在秦帝的眼里 夜浮天不仅仅是他们的希望 更多的是公主殿下的后人 他对夜浮天是有着特殊情感的 这是公主殿下生命的延续 他自然将夜浮天当作亲近的后辈 秦宜 怎么回事 夜浮天开口问道 人族乃是上古时代的大帝 侥幸存活之后的无数年 他一直在寻找灭世之劫后诸地的痕迹 并想办法将他们召回 如今似乎已经找到了方法 让古时的大帝归来了 之前有九位大帝杀来 此刻和陛下战斗的乃是一位上古神帝级人物 秦开口道 神帝 夜浮天皱了皱眉 有些担心 虽然之前说了一些狠话 但他心中依旧是认可这位父亲的 东皇大帝为此也付出了太多 站在他的立场 他已经做到了最好 古时的超凡大帝 有着显赫战绩的存在 能够封号神帝 这位破君神帝便是其中之一 不过不必担心 陛下虽是如今时代之人 也是六帝中最年轻的 但佛祖却称陛下感悟能力是最强的 即便是上古神帝 也不会威胁到陛下 秦对东皇大帝的实力似乎极为放心 真正能够威胁到陛下的人 怕是只有人祖了 秦继续开口道 能够轻易动用一位神帝 以及八位大帝杀来 何等阵仗 人祖这无数年来 究竟掌控了多少古地人物 叶福天微微汗手 六帝之战 四对二 父亲依旧全身而退 可见实力之强 其实 若非是时间不够 无论是你母亲 还是陛下 都是有希望正道至上的 但是人祖不会给机会 因此才需要你来走出一条不同的路 我明白 叶福天点头 道出去看看 说吧 他身形一闪 从人地消失不见 片刻后 叶福天的身影出现在了天地城的上空之地 天地城的修行之人 见到叶福天出现都极为感慨 这还是叶福天登上天地之位后 第一次在外面现身 这银发青年 乃是天界正统 当是天帝 东皇大帝和帝女之后 他还曾是元界之王 紫威大帝的继承人 神甲大帝传承者 当叶福天登上天地之位后 他的经历被许多人挖掘出来 一步步在下界崛起的他 堪称是传奇 不知何时 他能够登顶之上 站在世间之巅 创造属于他的传说 身为天界修行之人的他们 有机会见证到那一天吗 第2894章神帝之死 叶福天抬头看天 望向苍穹战场 在无垠刀空之地 两大巅峰级的存在正爆发 狂暴之急的大战 此时的战场之中 两人同时释放出的大道神域交织在一起 绚丽至极的银色世界和天起的世界重叠 无穷银色光柱封进了这片天 整个世界都是充斥着冰冷的银色 破军神帝的身体化作了一道荧光 在银色的世界中穿梭而行 一次刺进身攻伐攻击东皇大帝 使得东皇大帝不断被击退来 能够和神甲大帝相比较的存在 肉身近乎无敌 东皇大帝的攻击力不可谓不强大 但是却撼动不了神甲大帝的道身 一道荧光穿梭虚空 破军神帝身躯化道 化作一柄无比巨大的银色长枪 直接贯穿天地 在苍穹之上留下一道银芒 诛砂向东皇大帝 东皇大帝抬手伸出 中围的天启防御再次被穿透 银色神枪贯穿而入 天启神剑与之碰撞在一起 神剑崩面破碎 银色神枪犹如天地至宝 继续诛砂而下 东皇大帝体内 天启神力释放到极致 笼罩着长枪 当银色长枪刺在体表之时 再一次被阻挡住了 但只见银色长枪剧烈颤抖着 爆发出的神光越来越亮 物与伦比的银色神灰将 东皇大帝的身体都封禁 使得他的身躯也化作了银色 犹如一尊雕像般 破 一道声音传出 破居神帝银色长枪 直接贯穿了东皇大帝的身体 刺入他的体内 这一瞬间 荧光瞬间迸发到极致 东皇大帝身体化银色冰雕 冰冷而生硬 架空之地的叶福天看到这一幕心脏猛烈的颤了下 身体冲天而起 欲冲入战场之中 却见银直接拉住了他 使得叶福天一愣 看向银 却见银对着他点头 道对方的神力无坚不摧 功法至上 但神力的终极交锋 天启神力必将获胜 这是从一开始便注定了的 叶福天有些诧异于 银对父亲的强大自信 不过既然他这么说 想必是有把握的 目光继续望向苍穹之上 穿透无垠空间 看向战场 此时的东皇大帝就像是一座大地雕像般 无论怎么看都没有了优势 当时巅峰大帝 不过如此 破军神帝的身影出现在那 手持长枪弹幕开口 声音之中似带着几分岁月沧桑之意 如今的世界 似乎让他有些失望了 嗯 不过就在他话音落下的那一刻 他却皱了皱眉 神力爆发 却并没有将化作雕像的东皇大帝身躯粉碎掉来 相反 他感觉到了东皇大帝体内神力正在凶猛的爆发 使得他察觉到东皇大帝的身体像是空心的斑 在那里面 他的神力无法存在 就在这时 破军神帝听到了一道叹息之声 仿佛是在为他而叹息 这一声叹息之声 赫然来自眼前东皇大帝所画的雕像 破军神帝的脸色变了 身体想要撤退 但却发现他已经被一股神力包裹住了 当他画到掌枪刺入东皇大帝体内之时 一切便已经注定了 砰 破军神帝的肉身忽然间炸裂粉碎 中间一截肉身化作了虚无毁灭掉来 他低头看了一眼 便看到自己的身体断开了 一股恐怖神力疯狂涌入他身体之中 这一刻 破军神帝微微颤抖着 与此同时 雕像再次化作东皇大帝的身影 仿佛没有受到一丝影响 破军神帝眼神中流露出恐惧之意 当时六帝 实力有这么强吗 破军神帝 你功伐之力无双 但感悟还是差了不少 你败了 东皇大帝看向破军神帝开口说道 他身上神光缭绕 尊贵无比 在破军神帝面前他虽为后辈 但那补超凡气度 更像是真正的上位之人 破军神帝的眼睛看向东皇 东皇大帝自然明白他眼神中的含义 身为神帝存在 破军神帝无疑是骄傲的 纵是此刻 依旧不愿意开口求饶 那是刻在骨子里的骄傲 不过 东皇大帝却只是叹息了一声 道 神帝虽为前辈 但今日 我不能放过你 得罪了 话音落下 神力直接将破军神帝的肉身体吞噬掉来 使得破军神帝一点点化作虚无 自天地间消失 仿佛从来没有来过 东皇大帝看着破军神帝消失的身影 心中也颇为感慨 从一开始他实则就已经做好了诸杀破军神帝的准备 因而又他入局 使得破军神帝逃亡的机会都没有 叶福天和他将来是要和人组一方势力大战的 一位神帝级别的存在破坏力太强 他自然不会放任对方活着离开 因而直接选择了最稳妥的方式 将对方永远的留下了 他身形飘落而下 天地成的修行之人看到东皇大帝归来 内心都极为震撼 今日九位大帝杀来 包阔一位上古神帝 竟然被东皇大帝一起诛杀 一个没有留下 九位大帝尽数诛灭 看到东皇大帝归来 叶福天露出一抹奇异之色 福天东皇大帝喊了一声 怎么醒来了 感知到了父亲的战斗 因而前来看看 叶福天开口说道 东皇大帝听到叶福天的称呼 愣了下 随后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 父亲诛杀破君神帝的神力 似乎已经超越了天启神力 那是天启神力的进化吗 叶福天开口问道 回去说 东皇大帝开口说道 几人返回九十九重天 当年和你母亲一起悟到修行 寻找修行到尽头的路 天启神力是有机会修行到极致的神力 并且你母亲也在我身上做了一些测试 欲让我能够更好的窥探出天启的进化之奥秘 而事实上 也的确能够做到 天启神力所指向的乃是虚无 但我至今并未真正感悟出虚无 否则 便不是如今的局势了 叶福天听到东皇大帝的话 微微点头 看来父亲能够比较母帝等其他大帝 有母亲很大的功劳 天启神力虽能够指向修行的终点 但那是偏道 你是正道 因而你不必去走这条路 好好融合你母亲留下的一切 你定然会比我更早踏上修行的终点 东皇大帝继续道 这也是他们的期望 第2895章去往何处 诸神遗迹大路 当年华天帝出现的地方 自那以后 陆续有大帝撕裂空间降临元界之地 各地及势力都派有人镇守于此 之前 叶福天一枪诛杀的七位大帝 也正是从这里而来 如今 这区域依旧时不时会有大地级别的人物到来 此时 在这片区域的下空之地 有着一座山峰 山峰之上一道身影安静的盘膝而坐 他身形修长 气度非凡 虽坐在那 却仿佛和这世间格格不入班 这身影 赫然乃是姬无道 自那一战败给叶福天之后 姬无道便仿佛销声匿迹了班 没有再出现过 他知道自己那一拜之后 叶福天将会得到他的传承 完整地继承那片天道 如此一来 他便更没有希望和叶福天一战了 除非 他得到比叶福天更多 姬无道就一直这么安静地坐在那 仿佛与世隔绝般 不问时间之事 即便是在天界爆发了一场大战 世间传变 他却一无所知 也没有兴趣之道 时间一天天过去 这一天 苍穹之上传出一栋 随后一股恐怖的气息降临 空间被撕裂开来 一尊身影出现在了高空之上 矗立在那 身上气息恐怖 这身影目光环视周围 身上地微扫荡而过 神念覆盖无垠空间 随后 他目光望向一处方位 看向那座山峰之上 锁定了姬无道的身影 身形一闪 他朝着姬无道所在的区域走去 隔着无垠空间 一股神力降临姬无道身躯之上 姬无道睁开眼睛 抬头看天 望向这出现的身影 眼神平静如水 没有一丝的波澜 曾经这里走出过一位超凡人物 是上古时代的华天帝 实力无与伦比 曾在天界九十九重天和他一战 被他借助天道之力击退败走离开 似乎感知到了什么 那位出现的大地人物停止了脚步 没有继续朝姬无道走去 随后他转身离开 似乎是意识到了金无道并不好惹 不过 此刻却不是他想走便能走的 一股恐怖神力笼罩着他所在的区域 金无道手掌隔空抓去 那位大地神色微变 神力爆发 然后只见一恐怖黑洞出现 吞噬神力 他身上爆发出的神力竟疯狂朝着那片黑洞涌去 他的身体也不受控制 一山狂乱地飞舞着 只见黑洞在他双瞳之中不断放大 越来越大直至吞噬了他所在的空间 将他也吞没掉来 消失不见 很快 这片空间的恐怖气息消失 一切恢复如常 金无道闭上眼睛 安静地站在那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般 静静地修行 围过多久 他眼眸睁开 朝着苍穹望了一眼 随后身形一闪朝着高空而去 手掌隔空一抓 顿时空间出现裂缝 被撕裂开来 他的身影直接进入裂缝之中消失不见 他离开之后 那条空间裂缝愈合 一切又都恢复如常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远处方位 地面上有 皆是这边动静的强者心脏剧烈跳动着 那时机无道 曾经被认为是当时天地的存在 他去了何处 九十九重天上 天宫中 东皇大帝也得到了来自诸神异纪大陆的消息 此时他和叶福天正在一起聊天 异父于土以及养父叶百川 他们也都在这里 他们都算是叶福天的父辈人物了 江西是东皇大帝清传弟子独幽带来的 东皇大帝听到之后眉头微微皱了皱 叶福天也露出一抹一色 开口问道 父亲 那些人 也是古地吗 从何处而来 他之前一枪杀死了七位大帝 那七位大帝似审判之神 但是他们从何处而来 叶福天至今都没有弄清楚 听到他的问话 东皇大帝眼神变得凝重了几分 开口道 当年你母亲时则便已经隐隐窥探到了一些 我们也议论过这问题 甚至这有可能和上古天道之战有关 天道是有意识的存在 修行到了极限 可以化身为天道 为天地秩序之神 也为创世之神 这点你自然清楚 东皇大帝开口道 也就是说 我们身处的宇宙 茫茫无尽 有着无数世界 有着无穷空间 但是 却是修行到极致之人所能够开创的 于是我们便会想 人类存在过多久 怕是以亿万年为伎量 在这历史长河中 有多少历史是我们不知道的 在天道崩塌前的时代 我们称之为上古时代 但在那古时代 是否也存在着他们口中上古时代 东皇大帝继续说道 叶福天听道后露出深思的表情 他似乎明白了东皇大帝话语中的意思 佛说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佛门之中有大千世界 小千世界 这些佛典是何人所书写 东皇大帝眼神也变得凝重 天道 是唯一吗 我们所处的宇宙世界 是唯一吗 东皇大帝的一席化使得中强者都沉默了 这里变得格外的安静 天道是唯一吗 宇宙又是唯一吗 叶福天在体内创造了小天道 如若小天道圆满 将来里面出现无数修行之人 在那茫茫宇宙世界中生存 他们是否知道 外面还有一个世界 当年你母亲想要重铸天道 也有这原因在里面 若真存在其他宇宙世界 那么 重铸的天道 便应该是守护者 因而他追求修行的极致 也希望是人都追求更高的境界 东皇大帝缓缓道 如今有些事似乎值得去探索一番了 不过这些你暂时无需理会 我去亲自去寻找答案 等有了答案再告诉你 对于你而言 目标依旧还是修行 无论将来面临什么 依旧还是要依靠强大的力量 叶福天点头 东皇大帝的一席化 令人深思 如若之前他所杀的七位大帝不是古地人物 那么是否是来自外世界的修行之人 是否是因为天道崩塌后 他们找到了通往这片宇宙的路 这些都不得而知 既无到撕裂空间离开 他是去了何处 第2896章魔界火种 99重天 越来越多的修行之人到来 诸神遗迹大陆夜地公 紫微心玉紫微地公 曾经的天狱书院 曾经许多信仰夜福天的人 愿意追随来天界修 成为99重天修行大军中的一份子 如今整个99重天被一股奇特的气息所笼罩 那片天道力量已经融入了99重天 这里已经和外界格局 是一方独立的小世界了 甚至 整个99重天的修行之人都能够感知到极为浓郁的大道气息 他们能够从这一片小世界中清晰的感知道道的存在 更容易感悟 这使得诸人修行速度极快 在81重天上一处地方 有一行人聚在一座仙宫前探讨修行之道 十年蛻变 师兄竟已经触摸到了半神层次了 恭喜 有一人开口说道 旁边之人笑着摇头 非我之功 多亏了这一方天地 我隐隐感觉 如今我们所在的99重天小世界 已经不仅仅是和古时代的那样完整天道环境了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或许是公主改变了天道修行环境所致 你们是否有感觉到 感觉到了 这片小世界本就是那片天道之力所化 乃是公主的母亲 如今公主将之融合 又改变了这里的修行环境 如今这片小世界 可能是世间第一修行圣地 那些离开99重天的人 怕是要后悔了 旁边之人点头道 你们还在称呼公主 另一人笑着开口说道 顿时那说话的两人一时到说错了 笑了笑道 习惯了习惯了 如今公主已经天地 用以前的称号确实不太合适 我倒是觉得无妨 公主何等气魄 又岂会在呼称呼 又有人道 他们称公主 也是一种尊称 诸位师兄师弟 就在这时 有人喊了一声 来到这边 一行人回过头 便看到一位子役中年走来 气度不凡 不由得笑着道 卓师弟 你可终于来了 之前在诸神遗迹大路修行 遇到了一处遗迹 没有赶上 后知道发生的一切 便一路赶来了这里 好在也没有耽误太久 那中年开口说道 没有耽误太久 一人笑着道 十年 卓师弟也不觉得长吗 王师兄都已经快正到半神之境了 十年 到来的中年愣了下 你在开什么玩笑 卓师弟你不会在外修行变傻了吧 一人看着中年 没错 我们来此修行 已经过了十年 另一人也道 不可能 着信中年斩钉截铁的道 自公主称天地 也不过数月时间 我得到消息后赶来这里 也就数十日 怎么可能过去了十年 既人听到此言也都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们都面面相去 互相凝视对方 随后又议论了一番 发现对方并未说谎 如今天下大乱之时 天界之内又怎么可能安定十年没有动静 师兄师弟想想便明白了 着信中年继续道 所有人都猛了 他们这样的修行之人又怎么可能会算错时间 而且也不可能是幻觉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话 那么 只有两种可能 一人道 哪两种 第一种 我们处于大幻境之中 那人说道 此言一出 他们都是放出大道气息 顿时周身大到神光流转 不像是幻境 第二种 这片小世界的时间 改变了 他说话之时 心脏跳动了下 其他人也都心头颤了颤 当初在夜地公修行 就出现过时间法宝 所以 必然是第二种可能了 他们很快确定 第一种情况根本不可能 所有人都深吸口气 抬头看天 内心震撼 99重天 化作了独立的小世界 这片小世界的时间 被篡改了 甚至 规则秩序可能也改变了 已经不需要依靠法宝 公主直接改变了 这片小世界中的秩序 他们无言 公主融合这片天道 已经做到了如此境地吗 之前他们的交流可以看出 这片小世界时间流速 至少是外界的数十倍 以前曾听说过一句话 天上一天 地上一年 没想到有朝一日 真能有机会见证到如此奇观 虽没有那么夸张 但依旧震撼人心 自此以后 我们的修行时间 可以胜过外界几十倍 外界之人修行一年 99重天上的修行之人 便是几十年 外界如果过去十年 这里便是数百年 这是何等可怕 十年 并不久 数百年 足以让天界实力天翻地覆 魔界 魔渊之中 余生正在魔渊之中 修行 魔地也在 余生看着眼前的虚影 尾暗至极 似合这片魔渊融为一体 以血肉之躯撑起魔渊 看着眼前的画面 余生双瞳赤红 肉身承受无数魔渊之结 这就是我们魔界的命运 一道声音从魔地口中传出 想撑魔渊之内 每一位魔地 都将承受魔渊之痛 否则 魔渊的力量便会席卷魔界 摧毁一切 魔界修行之人 几乎都承受不起魔渊之结 为何不放任 余生看向魔地开口道 此时那伟岸的身躯赤膊着身体 通体都是血红色的 天道崩塌之后 魔主被镇压 便没有人能够绝对压制魔渊中的力量 魔渊是伴随天道而生的 传说中魔渊之结彻底爆发的话 对世界而言都是灾难 魔主曾携魔渊之力和天道一战 欲打碎天道 现在只有魔地来压制魔渊 若是放任 魔界首先毁灭 而其他大地 会想办法将会魔渊封在魔界 我们的家园 永远是最先被摧毁掉的 魔地道 魔主之后 便没有人能够控制魔渊的力量了 当年我曾想和他一起努力 但他却背叛了魔界 后来你回归魔界 并且继承了魔主之意 如今的你 已经是魔界唯一的火种 如今天地大变 我预感会有大劫 我或许逃不过此劫 那时 你便是魔地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第2897章礼物 魔地在和余生对话之时 漆黑的魔神殿中 因为老人盘膝而坐 老人肆虐显得有些疲惫 这时 魔地宫外有些许动静 老人睁开眼睛 目光似有些浑浊 不过只是持续了一瞬 当他眼睛看向外面之时 目光陡然间充满了威严之气概 嗡 一股无比霸道的刚风席卷而出 魔神殿之门打开 在外面 出现了一道身影 那身影覆手而立 站在外面 看到他出现 老人起身 陡然间变得无比威严 化身盖世魔地 他一步踏出 便走出了魔神殿 站在那身影面前 盯着对方 你还有脸回来 魔地盯着眼前的身影 相貌竟和他有几分相似 正是他的亲弟弟 于途 我是为了魔界而来 于途回应道 为了魔界 魔地瞳孔冰冷 一股滔天威压席卷而出 使得浩瀚魔地宫中的修行之人都战战兢兢 进阶抬头看向魔云深处 是谁触怒了魔地 为了魔界当年你背叛魔界离开 入神舟听命于东黄河夜亲帝 你不要忘了 你乃是魔地亲帝 魔地声音冰冷 这怒火似隐藏了数百年岁月 无论你信与不信 我都为了魔界众生 我问心无愧 于途声音浑厚而又平静 没有丝毫的情绪起伏 魔地冷笑 似带着几分讽刺之意 道 是血是沙 当年在魔界征战之时疯狂屠戮的魔界屠夫 何时变得怜悯众生了 人总是会变得 于途道 他人说这话我信 于途你 我一个字都不信 魔地冷笑道 这世间没有谁比我更了解你 你是高傲的 自命不凡 却又是自卑的 出身囚徒 你我兄弟二人立志打破牢笼 于魔界登顶 当年你将成帝机缘让给了我 虽是心甘情愿 但依旧影响到了你 你出去闯荡 欲在外悟道 然而以你的性格 又怎么会甘心为奴 我很好奇 当年发生了什么 于途听到魔地的问话脑海中闪过许多回忆 那些回忆 也是他最珍贵的回忆 目光看向魔地 于途开口道 人当然是会变的 之所以没有变 只不过是因为没有遇到让你改变的人 所以 天地之女是如何让你改变 甘心做一下人的 魔地依旧愤愤不平 纵然他是天地之女又如何 他为魔地 统于魔界他的亲弟弟怎能为谱 于途眼中有着回忆 有些人就像是一道光 是那样的光彩夺目 让你感受到自身的卑微和渺小 甚至看到自己的阴暗 这个世界总有人与众不同 和所有人都不同 于途声音低沉 有多不同 魔地讽刺说道 世人和人不贪慕权势 想要主宰一切 凌驾于众生之上 他也不会例外 能够让东皇 夜亲弟以及你倾心于他 可见他的魅惑之力 置于种族天道改变世界 不过是统治世界 执掌世间秩序的另一种说法罢了 世人都一样 于途盯着他 身上有结光闪耀 隐隐缭绕着恐怖气息 讲动手 魔地身上同样有恐怖竭力绽放 恐怖的魔威笼罩着魔地攻 不过于途身上的怒火很快平息 恢复了平静 看着魔地道 你不会懂 魔地冷哼一声 你来 不会为了说这些吧 天地让我带一件东西给你和余生 于途开口道 天地 魔地讽刺道 自封天地 本座不需要 于途手掌挥动 顿时魔神殿一座宝塔漂浮于虚空中 宝塔至上神力流转 魔地看了一眼 眉头微皱 他竟然感知到了时空之力 时空宝塔 能够改变时间流速 比外界要快 能够拥有更多的修行时间 于途开口说道 使得魔地瞳孔收缩 于途又取出一颗宝珠 神光缭绕 乃是被神力所包裹之物 命运佛窥探到了一缕众生命术 时间将迎来大劫 当时巅峰的己人也有劫 你怕事也不能幸免 要师佛从佛门中求得菩提果 以佛门最为珍贵炼丹神物找到天地联手 炼制出了转生丹 生死关头服用 可以不死 拥有第二条命 于途举起丹药对着魔地道 天地 一共只炼制出了几颗 以后也不可能炼制出来 没有了炼制材料 这一颗是送给你的 我没有 说着 于途伸出手 将之地给魔地 魔地看着于途手中的丹药 时间将迎来大劫 他也会有劫 这一点他自己也感知到了 为此 夜伏天炼制出转生丹 赠一颗给他 他又看了看时空宝塔 顿时眼神有些精彩 就在刚才 他说不需要 现在 接不接 东皇 他同意 魔地盯着于途道 是他提议的 于途回应 魔地眼神更精彩了 天地将变 人组和东皇大帝之间恩怨极深 必要相征 东皇大帝和夜伏天送来这等神物 他收不收 有何条件 魔地道 没有 于途继续道 你要不要 魔地盯着于途 他可以一直放在手里 显然是有意为之 冷哼一声 他一服一袖 顿时丹药消失 自然是收下了 以后若有机会 本座会还他一次 魔地淡淡开口 于途看了他一眼 随后转身离开 开口道 执念会蒙蔽双眼 他们并没有将魔界当作敌人 一切都是你的假想 即便魔界大军走了出去 魔渊依旧还在 改变不了什么 想要彻底改变这一切 那么 魔界同样需要一个登顶至上之人 这声音在魔地脑海中回响 于途的身影已经消失了 离开了这边 伸出手 看着掌心的丹药 魔地眼神复杂 都是他的执念吗 不久前 六地之战 他曾攻打神州 他和人组联手玉珠东皇 他们 本该属于仇人 即便如今局势复杂 可以想办法争取 但对于潜在的敌人 也没有必要送来神物 东皇大帝和叶福天父子二人 他们在想什么 这时间 真有人与众不同吗 第2898章黑暗神军 黑暗神庭 神庭之巅 这里犹如末日一般 天穷之上毁灭的风暴流动不息 充满了死亡和毁灭之意 然而就是在如此毁灭的风暴之下 却有一道戴着冰冷面具的身影安静的坐在那 闭目修行 这身影 赫然正是黑暗神军 身为黑暗神庭之王 黑暗世界的统治之人 黑暗神军和魔帝有着同样的感觉 天地将迎来大劫 这一劫将可能会覆盖整个世间 比之五百年前更可怕 所有人怕时都无法独善其身 他也一样 此时的黑暗神军完全沉浸于修行世界中 感悟着自己的道 徒儿 这时 黑暗神军脑海中响起了一道声音 顿时黑暗神军只感觉自己进入了一片虚无幻境之中 在这片幻境之中 有着毁灭的风暴 整个世界都面临着毁灭之劫 他身披一袭黑暗长袍 戴着冰冷的面具站在毁灭的天地之下 在他前方 有着一道老者身影 这老者先锋道骨 慈眉善目 有着说不出的潇洒之意 他脸上始终面含微笑 充满了慈祥 让人看着极为舒服 一眼看去便像是善良的老人 空 一股恐怖的风暴笼罩着这片天地 朝着老者席卷而去 苍穹之上毁灭的神光涌动 朝着老者身上而去 却见老者的身体仿佛是虚无的 毁灭的风暴落下 他依旧含笑站在那 看向黑暗神军道 图二 见到为师还不败见 空 空 空 毁灭之光不断落下 苍穹之上的风暴降下面是之节 欲摧毁整个世界 老者身体出现便被摧毁 一次次被毁灭 一次次又出现在那 他始终含笑看着黑暗神军 笑着道 图二 多年不见你已正道 不复为师所望 许久不见 为师想见见你了 此 黑暗神军的眼神都仿佛扭曲了 充斥着无尽的仇恨之意 很快 老者的身影消失不见 但那张面孔却始终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仿佛烙印在了那里 这一刻 他的脑海之中出现了无数画面 阳光下 少女光着脚丫无忧无虑地奔跑着 他的眼睛纯净无瑕 澄澈干净 没有丝毫的杂质 有着一颗吃死之心 和父母安静地生活在一起 随后 画面中出现了那位老者 他是那样的慈祥 充满了善意 叫他读书 修行 无论是他还是父母 都对老者极为尊敬 直到有一天 一切都变了 他又看到了那些 世间为残忍无情的画面 看到血腥 看到了人世间最恐怖的罪孽 他无法原谅自己 更无法原谅他 那一幅幅画面 让他心脏都有些绞痛 神庭之巅 正在修行的黑暗神君睁开了眼睛 面具之下的双眸 尽有泪水流淌而下 然而却是带着极致的无情之意 迸发出冰冷的杀念 煎如铁石 仿佛没有任何人 能够动摇这股杀念 苍穹之上的毁灭风暴 都为之震荡着 他微微抬头 看向这片毁灭的风暴 为何他会出现在梦里 你要回来了吗 黑暗神君冰冷的开口说道 以他的修为境界 又岂会出现梦境 冥冥中必然有什么影响着他 他能够感知到 早已经消失的 他可能要回来了 黑暗神君将手放在面具之下 将之取了下来 在那面具下 进入出了一张极美的容颜 只是这容颜 却充满了冰冷之意 还有无尽的仇恨 他仇恨这个世界 他不明白 为何他要培养自己 传授他修罗的力量 又让他感受人世 尖最阴暗的那一面 彻底坠入地狱之中 他甚至不知道他是谁 但无论是谁 他一定会不惜一切 让他体验生不如死 站起身来 黑暗神经的身体消失不见 在此出现之时 他来到了一片毁灭风暴之中 虚空中漂浮着一朵毁灭的黑帘 在那里 只有一人 赫然正是叶青瑶 叶青瑶肆感知到了他的到来 眉眸睁开 望向黑暗神君 道 师尊 他看到黑暗神君本来面目没有意外 他大概是黑暗神庭中 唯一见过师尊本来面目的 并且 他知道师尊所经历过的黑暗 都是人性中最为丑陋的一面 和他的经历很像 他明白师尊为何会选择他为继承人 并且器重他了 因为他们是同一类人 青瑶 黑暗神君看向他 你生来便属于黑暗 是真正的黑暗之子 然而 你却始终无法彻底进入黑暗 因为你心中依旧还有光 但那都是假象 一切都是假的 叶青瑶微微低头 他自然知道他心中为何会有光 他和黑暗神君的经历不同 黑暗神君遇到了一个将他从光明带入黑暗之人 而他却在黑暗之中遇到了带给他光明之人 他们的经历是相反的 这充满伪善的世界早已没有了光 只有黑暗 他所做的一切也并不是为了你 只不过是看重你的天赋 世间多少苦命之人 为何他都没有去拯救 唯独拯救了你 因为你不一样 黑暗神君对着叶青瑶道 我也一样培养你便是为了将你带进黑暗之中 而不是真正为了你 他曾来过黑暗世界 师孙也让他感受过那些黑暗 然而他并没有受到影响 叶青瑶有些倔强的开口说道 他口中的他自然是纸业福天 他曾经来到过黑暗世界 那并非是他真实的经历 自然影响不了 一个没有野心之人 又岂能走到今天 成为元界的信仰 天界的神 黑暗神君继续道 叶青瑶没有说什么 这时 黑暗神君皱了皱眉 他戴上了面具 顿时一股恐怖气息涌动 打开了一条通道 他看向通道的那一头 开口问道 何事 天界来人 要见叶青瑶 对面那人回应说道 黑暗神君露出一抹一色 叶青瑶也走了过来 走 两人直接通过通道出现在了另一头 在这里 他们看到了来人 是于途 何事 黑暗神君盯着于途问道 于途看了他一眼 随后望向他身旁的叶青瑶 开口道 天地让我给你送来一件宝物 说着 他取出一枚储物之物 将之交给了叶青瑶 告辞 于途将东西交给叶青瑶之后便离开了 同样是一件时空法宝 第2899章外来者 天界 99重天 这里已经化作了一方小世界 天宫之巅 夜伏天盘膝而坐 闭目修行 坐在那的他身体沐浴神灰 与日月其灰 已经不再是肉体繁胎 他肉身既是道 夜伏天小天道世界 这里已经演化极为完善 乃是一方独立的宇宙 并有序地运行着 无数个星辰世界 一块块大陆板块 不同的空间 所有的一切都和真实的世界没有区别 区别在于这片宇宙世界人非常少 很多星辰大陆只有一个人 一人 掌管一方大陆 是那座大陆的神 譬如 此刻方寸在一座大陆上 这座星辰大陆充斥着空间神力 仿佛整座大陆都有空间神力所助就 他独自在这里修行 感悟空间秩序 方寸如今修行非常刻苦 他知道分寸 天地将变 不久的将来他将要为师尊而战 如今师尊为当时天地 他这天地弟子 可不能丢了师尊的颜面 他们四个 一人掌管一个世界 每一个世界的神力都不一样 将来 看看他们谁修行最快最强 方寸还清楚一件事 师尊开创天道 为世界掌控者 那么将来 他们会是指掌各方秩序的神 他所在的大陆 也是神之大陆 无论如何 也要努力修行 成为未来这片宇宙世界中一位强大的天神 才不会弱了创世神清传弟子之威名 不仅仅是方寸 故东流 叶无尘 花结语 铁瞎子 陈天尊 陈一 西皇 华清清 鸦鸦等等许多人 都有着各自的神力世界 叶福天直接以秩序神力灌入 为他们创造最好的修行条件 此时 夏清渊也独自在一方大陆修行 在这座大陆中 有着生死之劫 还有见到神力 夏清渊便沐浴在其中安静修行 他们的修行环境 让那些后来进入这里的 包括天界的许多强者都为之羡慕 很少有人能够得到叶福天亲自以秩序神力助他们修行的机会 天界天地公的修行之人都知道 天地开创了一方宇宙世界 若是这场终极之战战胜 未来天地执掌整个世界的话 那些天地嫡系 便是各方之神 就像是当年天道之下八步众一样 在这片宇宙世界深处 有着一道虚幻身影若隐若现 那片时空都似虚无的斑 叶福天的虚影出现在那 它能够感知到整个宇宙世界的一切变化 所有人的修行状态 这些年来它做了不少事情 提升身边所有人的力量 为余生以及清遥送去时空法宝 同样也是在未来之战布局 这样一来 他们都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时间 否则 时间不够 如今这片小天道世界已经趋近于稳固 时间秩序也稳固了 这里的一天相当于外界八十一天 因此他们最需要的便是争取一些时间 外界只要过一年 这里面便是八十一年 他们能够有八十一年时间来修行追赶 在他的针对性培养下 小天道世界会多出一批大地人物 这时天宫中修行的叶福天睁开了眼睛 看向生前 父亲叶福天喊了一声 东皇大帝朝着他走来 似乎有事情要找他 只见此时东皇大帝的眼神略显有些沉重 对着叶福天开口道 已经查探清楚了 不是这片宇宙世界的修行之人 不少大帝来自其他宇宙世界 竟然真的存在其他宇宙时空 叶福天内心微有波澜 虽然他之前和东皇大帝的谈话中便隐隐感觉 世间之大 他们可能不是唯一 东皇大帝点头 我得到的消息是这片宇宙世界的未知暴露了 当年天道崩塌之后 绝大多少人的殒灭了 不少人以其他方式存在于世间 但也有人 脱离了这片宇宙世界 如华天地 他可能是去了其他宇宙世界 如今找到了归来的路 陆续有一些古地 也可能会归来 若是古地不死 去往了其他宇宙世界 应该会更强吧 叶福天低声道 如今 我们还无法得知其他宇宙世界的修行之人有多强 甚至不知是如何修行的 但修行的终点 应该是相通的 东皇大帝继续开口道 如今 也只能静观其变了 叶福天点头 最重要的 还是提升自身实力 与不变应万变 修行的终点 究竟是什么 叶福天难难低语 执掌天道吗 或许 需要你去寻找答案了 如今你是最接近天道之人 东皇大帝对着叶福天道 叶福天开辟了小天道 融合他所留下的那片天道世界 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 叶福天便是最接近天道之人 恩 叶福天点头 父亲 外界现在怎么样了 人间见那边是否有动静 没有 东皇大帝摇了摇头 非常安静 或许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吧 上次人祖派遣九位大帝杀来 甚至一位神地级人物 这种级别的强者都可以牺牲 可见人祖手中掌控着怎样的力量 上次失败 下一次再出手 恐怕便是石破天惊了 当然 也可能人祖他也在等什么 有些事情 他也没有完成 否则 早已经动手了 叶福天点头 他也是认同父亲看法的 人祖手中掌控的力量可能极强 但目前还动用不了 他同样在等 有些事情可能没有完成 父亲 我想出去走走 叶福天道 去何处 东皇大帝问道 不知 叶福天摇头 去时间各处 也想要去灵山看看 佛门点击博大经身 当年有许多佛经看不明白 或许如今在看会有不同的感悟 去吧 东皇大帝点头 我替你看着这边 以如今叶福天的修为境界 他也不担心会有什么 如今这世间 能够单杀叶福天的人 他是已经没有了 除非是当年对付他的人 叶福天离开了 他如今修行也到了一个瓶颈 他想要寻找修行的终点是什么 第2900章佛法 叶福天离开天界之后去了元界之地 三千大道界 他来到了最底层的九州世界 他来到一座学宫外 听到了朗朗读书生 他看到了少年们在修行 少年们都在认真地研究修行之法 但是这些真的重要了 修行到了如今的境界 叶福天才明白 万物皆为法 修行的尽头也是相通的 既然存在其他宇宙世界 修行之法又岂能是一样的 在这个世界 世人修行以命魂为起点 拥有命魂才是天赋的象征 能够有机会往后修行 否则便只能修行简单的法术和战绩 其他世界的修行是否会是另一种 譬如 这里是命魂 那么其他修行宇宙世界 是否可以是修行武魂 以天地万物为自己的武道之魂 又或者 是否能够以诸天星成为修行之根基 铸就新魂 一切都有可能 万般道法 皆都相通 修行的起点 并不那么重要 最终可能都是走向同样的终点 只是 这终点是什么 叶福天行走在这座大路 一步一空间 他看到了远处村子里有炊烟 他走到一座山崖上 见到了海洋在咆哮 太阳在落山 朝起朝落 日月轮转 这是自然之规矩 而修行 便是要掌控自然的规则秩序 未知道 如今 他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需要的是走向更远 更高处 那里是什么风景 是掌控生死轮回 还是掌控时间流转 或者如父亲修行天启神力那般 修行的终点是否会是虚无 叶福天站在这里许久 随后他的身体消失不见 直接从这座大路消失了 对于他而言 不过是一个念头而已 离开了元界 叶福天又来到了西天佛门世界 佛门世界中同样有善意 有生死 临山诸佛传佛法 但却无法度化众生 叶福天行走之时 看到了一位老朋友 他意念一动 出现在了一处地方 目光望向前方 他看到了一位少年被一群人殴打 眼神中充满了仇恨之意 那兄弟的目光 藏有杀念 一位孙人走向少年 少年盯着他时 依旧带着兄弟气息 不过孙人神情淡然 双手合十宝像庄严 他递给少年一本经书 你是佛陀 少年看着他道 曾人摇了摇头 你想教我放下仇恨 化解这恩怨 少年又问道 对于佛的出现 他仿佛都毫不在乎 他只想报复 曾人依旧摇了摇头 那你想要做什么 少年问 这本经书是佛经 你想要参悟什么 便能参悟什么 你若是想要参悟力量 可以从中得到 若你对于之前的存有怨恨 那么得到力量之后 便去打回来 曾人道 少年一愣 警惕心收敛了几分 有些好奇的看向僧人 道 这可不是佛门之道 佛门之道是什么 曾人问 不是说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少年道 恶人放下屠刀便能立地成佛 对于善良的人而言 岂不是太不公平 曾人道 少年挠了挠头 好像有道理 曾人又笑了笑道 其实这句话 并非是这么理解的 放下屠刀是放下心中的执着 妄想烦恼痛苦 立地成佛则是只归依佛门 原来如此 少年似乎心平气和了几分 竟听得颇为认真 那你为何让我去打回来 少年又问 佛说因果 他们打了你是因 你修行有成打回来便是果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又成了因 将来会遇到什么便是果 曾人道 少年似懂非懂 而这时僧人已经转身走开了 他来到了叶福天身边 供身行礼道 小僧见过叶施主 见过大师 叶福天供身行礼 这僧人 正是佛祖坐下的童子 苦禅 当年他闯西天临山之时 以佛法和佛门诸佛切� 拜尽诸佛最终被苦禅所拜 后来叶福天在西天佛门的修行中 和苦禅接触不少 虽然当年苦禅大师修行千年修为不高 但是佛法根基极为扎实 叶福天认为 苦禅是那种能够一朝悟到的人 叶施主如今已是天地 怎么有空来这边 苦禅问道 佛陀说过叶某是有佛缘之人 来求佛法 叶福天笑着道 苦禅点头 我随叶施主回灵山 亲苦大师 叶福天双手和时道 随后两人启程离开这边 佛门圣地 灵山 一片祥和 外界无论如何纷争 这里依旧为世间净土 不染尘埃 叶福天来到灵山之上 先是拜访了诸佛 随后又在灵山阅览 佛门典籍 以他如今的修为境界 早已是过目不忘 拿到佛门经书之后 审念一扫 便都在脑海之中 自然不会像以前那样翻阅 离开佛门藏经阁之时 苦禅在外打扫 见他出来 笑问道 叶施主可有所感悟 佛法精深 不过只是走马观花 想要有所感悟 怕是还需要不少时间沉浸于佛法之中 叶福天道 苦禅大师对时间如何看 时间是过去 现在 未来 苦禅开口道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三心皆不可得 诸法必尽空 叶福天之道 此言乃是来自佛经之中 意味一切都是空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现在你想要抓住的那一刻 它便已经是过去了 未来也同样 一夕之梦 可熬想百年 时间是什么 苦禅继续开口说道 指人的梦境 在梦境之中 一个梦便可能是百年 在梦里 甚至过去了一生 然而 这梦境很可能只是发生在很短暂的时间内 念头 叶福天道 善 苦禅点头道 念头没有了 时间也就没有了 佛门之中有无色界 便也是相通之意 当年东皇陛下也曾感悟佛法 并结合自身神力悟道 感悟出天启神力 天启的极致是虚无 所谓虚无 也是同理 叶福天点头 对着苦禅行礼道 多谢大师教会 知意行难 你我都诵读佛法 但想要感悟 谈何容易 苦禅道 叶福天深以为然的点头 若是知变能物 那么时间之人都能够抵达修行的终点了